85后外科医生从医10年 我在浙大系毕业之后就留在浙大部署医院 我在整个临床其实待了10年 浙大研究生进医院 7年下来工资还不到1万 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是600块钱 在7年当中每个月4000块钱为多 转念一想辞职吧 把画画这个爱好捡起来 靠画医学插图 竟然也能做成一家公司 我们公司估了1.37一轮 总了1200万 6月份应该能完成第二轮的融资 马上会开启第三轮的融资 一幕可是3D高清小众但全球头部 不是我们自跨 全球目前没什么竞争对手 公司从一几年开始 我们是16年成立的公司 18年离职出来 真正开始干是18年的5月份 那您是在什么医院 是三甲 三甲 浙大附属第一院 我在整个临床其实待了10年 研究生期间也在 我是外科医生 那个时候大概一个礼拜 有50态左右手术 有30个床位 就病人轮换着进来 值班的话三到五天一个班 然后晚上值班基本上是通宵 开刀 第二天也不能休息 因为第二天还用你的手术 医疗这个赛刀非常的卷 除了卷学历 卷文章 卷课题 卷科研 卷完了之后 问题还是很难往上审 整个医疗环境 或者说它的一套制度 属于是等级森严的 大家要靠熬 才能熬出头 所以这也是很 明明人性的一件事情 总体来说是投入很大 但是收入比较低 怎么个地方呢 到一般是多少 我11年入职的 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是600块钱 通宵班是10块钱 有一年元旦 我睡懒觉 我搭一个背一个短信打醒 我一看 我收入16块钱 我想啊 什么16块钱 后来想起 我做了四个门针小手术 4块钱一个 18年走的 我11年入职的 就是在7年当中 我一个月 从来没有拿到过 超过五位数的 我刚走那几个月 每个月卡里倒两三千 现在很多归陪生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好的学校归陪 一个月几百块钱 一两千块钱 我在读研期间 已经开始在临床了 我那个时候 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 我手术做完 9点多晚上 从医院的电梯 到科室里面去 我看到一个老爷子 跟隔壁床的 那个老爷子在聊天 说做个磁工证 要700多块钱 这些医生真该傻 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 我这台手术 我可能占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到我口袋里 可能就几十块钱 所以其实就是 社会的不理解 受的各种委屈 那个时候 其实就我们 深了想要出来的想法 然后我那师兄 他还要写一篇文章 然后里面一个 比较改良的一个术士 需要我们经过 外科医生的理解 加工之后 用简单的事意 就把它呈现出来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 知道原来有医学插发 这个事的时候 特别的兴奋 就跑到书店里面去看 看完之后我就笑了 就是因为我发现 哪怕是那些院士专家 写得非常厚的 同班纸的书 它里面大量的配图 直接拿铅笔 在纸上涂鸦过之后 咔嚓拍了张照 成为这么一种 专注里面的书 所以当时我觉得 我的机会来了 是因为我从小 特别擅长画画 我不需要太多的练习 我只要眼睛到了 我理解它里面 怎么去实现的 我就可以把它给弄出来 所以这是我的 最大的一个天赋 我同时呢 在网上去找 有没有同号 我们找到了QQ群 群里面大概百来号人 几乎都是医学专业 平时兼着去画一点 这样的东西的 我们这个行业 最大的需求方 是在出版社 但出版社呢 它的整个版税的体系 还停留在20年前 一张插画 出版社能给的是几十块钱 我们没有谁能够 全职靠这个东西货下来 了解完了之后呢 其实让我挺绝望 这还不如当医生呢 收入更低 有一顿没一顿的 第二个呢 没有这个专业 行业就不存在 认知度都没有 很多医生都不知道 原来可以找专门的插画师 来画这个东西的 那我就开始谋求 有没有国外的 很好的途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他是整个行业的发源地 他这个专业 一年只招收七个人 他要求是有 生物医学背景 然后他是一个 研究生课程 我其实之前是想去的 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我也因为 我会画画这个事儿 被留在了我们医院 拿到了医院的offer 入职之后 接下去三年 就是做归陪医生 就是到各个科室去轮转 这三年是我特别开心的三年 让我体会到了 当医生的成就感 救死扶伤的那种快乐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在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提高自己的水平 遇到有一些师兄师弟呀 或者领导朋友 需要我帮忙呢 我都会主动去画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跟 我们国内的这些同好们 沟通交流 互通有无 了解大家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我更多的做的是一个 国内的猎头的这样的一个 这也是早期 我和我合伙人认识的方式 17年的时候 我在朋友圈花了一个 比较写实的心脏 让媒体朋友看到 对当时的所有的大众来说 他们没见过这么逼真的心脏 所以我这个火 其实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 很多人知晓了我们这个行业 然后呢 酝酿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就从医院里出来了 你讲讲 你出来以后发生什么事儿 首先先去捋了个油 当医生那几年从来没有旅游过 然后玩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时间 微博上就后台经常有人私信我 他说 老师你能不能教一教 怎么画这个东西 但我想好呀 那就教啊 那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开始做插画师了 这就意味着 我跟所有的行业内的插画师 都处于一个竞争关系 这我觉得不好 不利于我后期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成为教他们的老师 那我跟所有人的关系 将不再是竞争关系 同时随着行业不断的发展 插画师的水准越来越高之后 那其实对我来说 我手头的资源会越来越丰富 我就成为一个资源的掌控者 这样的话 其实跟整个行业 以及跟大家的利益 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期 我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如果我开班 你们愿意学吗 一个礼拜左右时间 我就收了70多个学员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那时候觉得 这么冷门那个事 来10个20个人就了不得了 那段时间 是我离职之后 最开心 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我在教的时候 我真是亲戚所有的教给大家 我就怕大家学不会 培训从原先的70人 到120人到150人 口碑好 就逐步上涨 这些人当水平提高起来之后 他会思考一个问题 我学这个东西到底干嘛 我能不能去获得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成为一个职业 所以我急于去找一条路径 去把这些学好的人去承接下来 让他们有活干 解决市场端的需求 你才能把这条链路给打通 然后19年的7月份 我的后台看到了一条私信 他说周老师你好 我是腾讯的某某某 他们当时在做一个项目 互联网项目叫腾讯一点 就是把人类常见的疾病 做成一本词典 然后里面需要有专业的医学的配图 去了之后 他马上开出了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 他说我可以把这块活儿包给你们 他当时的条件是很简单 第一 我要求在五个月里面完成1500张图 五个月1500张图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传统的医学插画一张图 绘制的时间 画得快一点 大概一个礼拜 慢一点 我几个月的图都画过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就三个人 到底接还是不接 我们其实一开始都是犹豫的 因为根本无法完成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接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曝光度是不够的 以前都是些非行业内的人 用非常糟糕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导致我们教科书上都是这种 这么好的机会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给世人展示 什么才是真正专业好的医学插画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做 我从三期里面三百多个学员里面挑选那些 但凡只要画过画的 我基本上都拿过来了 我数了一下总共有65个人 所有人都是全国各地他有本职工作的 他是医学生或者医生 所以你都是兼职去做 对没有兼职 现象见过面吗 没有都是网友 来了之后先给他们打击血 说给大家一个接了个活 拿来2300块钱一张睡钱 我给你们1500块钱睡口 对于当时整个行业来说 大部分人都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一张的 2300是个天价 并且它的量又特别大 所以1500张相当于有300多万的一个收益 所以当时大家都特别激动 但激动完了之后发现现实来了 第一个礼拜 只有两张过关了 所有人开始恐慌 因为以前的培训 我教的更多的是临摹 但是那个项目是一个原创项目 我们需要画那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没有参考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就现了原型了 很多人丧失信心了 他不想做了 那不行啊 我好不容易拉你进来了 我没人了 还有半个月时间 我们相信要完成90多张图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第一个月签的合同里面是要求有100张图 第二个月200张 第三个月300 以此类推到第五个月深考1500张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 我们先搭建系统 那个合伙人马南写了一个后台程序 所有人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上交内容 查看别人的会好的程图 包括我们所有的修改都有记录 我们省图省完之后 啪一条消息 同时我们还得自己画 后面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开始逐步的起效之后 我们到了月底完成了110张图 这是超出所有人预想的 当我们把第一批图交上去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刻 腾讯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用心的外包团队 基本上教什么他们就要什么 当110张完成了之后 我们团队内部的士气空前高涨 然后他们私下里跟我说 他其实做这个事的时候 家里人是很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进了传销窝点 天天把自己蒙电脑前不知道干啥 对 第一个月就这么有惊无险的过了 我非常开心 我以为第二个月好会好很多 第二个月第一个礼拜 好 所有人全部瘫痪了 因为第一个月月底拼得太狠了 导致第二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大家全部休养了 或者忙一些自己必须得忙的事情 结果又只是三个礼拜 那又是着急忙慌的开始重新去拉起来 到了第二个月底 我们完成了250张 又多了50张银鱼 你怎么做到的呢 那为什么第一个产量可以100张第二个就翻倍了 因为很多人第一张突破之后 他就会有数了 后面其实就可以速度会变快 第二个我们把疾病做了分类 比如说肾脏相关的疾病 我给一个人画 他画完一个基础肾脏之后 很多病损就可以在他基础上进行构架 然后我们自己还有建立了很多的素材库 通过素材库去修改来提升整体的速度 12月底的时候 我们是超额完成的人 因为他就跟我们说明年继续 他又给我们很多张图 三万张图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当中有一些人就开始冒尖了 他们就开始有想法了 就想我能不能全职出来跟着我干 那年的春节 百度的负责人 一点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周老师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明年请务必留出时间 给我们画 这个价格也好商量 而那个时候其实 我们团的内部又有了不同的声音 就是到底要不要接百度的这个订单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 这有啥分歧呢 我们当时还处在战力不足的情况 你来新的订单 我们还是吃不下 百度来了之后 我们要重新构建一条新的生产的库 对吧 最难的点在于同一波人 同样的疾病 同样的词条 同样的模式下面 你要出不一样的东西 不可能这件事 那最后呢 我还是接了 因为我当时隐约的已经感受到一个不安的情绪在了 腾讯这么大的一个大厂 它所有的KPI取决于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工作室 这是一个极其不对等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只有腾讯一个选择 但它会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找百度的本质 其实是多一个选择 这个事儿确实后面也在关键的时候 救了我们公司一把 2021年的9月底的时候 腾讯给我打电话 说周老师10月份之后 不需要再教徒了 这个项目被停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公司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打击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营收已经2000多万了 80%都是偷腾讯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团队已经有将近30人的全职团队和180人的监职团队了 所有人觉得完了 腾讯不做之后 百度也会不做的 怎么办 首先关公司肯定是不可能的 跟着我来的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医院里面 或者从全国各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排除万难来到我们公司的 我真的有必须为他们负责的这么一个责任在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迎头顶上 正好有个朋友来找我 他说上海的有一个展销会跟医学相关的 你们这种形式很新颖 让很多人看看 然后跟组委会去联系 组委会说行 但是坑位已经没什么了 就侧头边上有一个 就一个很小的一个坛位 我就让他们去买了那个 转转的那个巅峰扇 然后把我们做的动画往里面一倒 路过的所有人都会驻足 他说哇这是什么 我们给他们看 我们之前给腾讯百度字节化的几万张的插画 然后他们觉得 哇好系统啊 好震撼 他们从以前从来没见过的 他们又提了很多真实的需求出来 很多甚至是我从来没有设想过的 比如说医学PPT的制作 疗养院的这个强惠 甚至一些交互的这种浮雕 医学的一些保健品的这个详情液 这个包装设计 所有跟医疗和视觉相关的 他们市场上面都会有各种的需求 那天晚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合伙人 我说公司倒不掉了 有太多太多可以做的事了 我发现我们做的这个图啊 用户买我们到底是图了什么 他不是为了图片好看 谁那么重口贴一个半张人脸在墙上 不会的他只有一个一个诉求就是为了说明一个医学问题 所以他本质是为他的知识属性在付费的 既然有是以知识属性的 好一张图是图 但是我如果有十张 一百张 一万张图 并且按照他整个知识逻辑连在一起之后 他就不再是一个图库了 他变成了一个知识库 他是为他的知识在付费的 只是他是以更先进的视觉化的形式 在做表达 对 像学校医院机构 他们每年都会采买这种类似各种各样的知识库 而且他的基本上价格都是几万到几百万之间 我们还可以结合真实的一些医学的需求 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 比如说我们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是不是可以编转成各种各样的医学的数据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图片变成各种各样的软件 因为现在老百姓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哪怕要做手术了 患者和家属都不清楚明天将要经历什么 得了什么病 所以我们做成视觉化的东西 把你可能手术当中会遇到的什么问题 怎么做这个手术 肿瘤怎么切 术后会遇到什么问题 全部预设在里面 做成可交互的系统 我们这个酷其实就变成了我们的核心战略目标 这四年期间发生了一次商业的模式的大的转型 那你整个二年的收入是什么情况 二年收入大概是六百万左右 所以它主要是锐减 就是在代工这块有锐减了 那知识库的投入 你二年整个烧多少钱进去 二年烧了大概两千万吧 都是自有资金 对 融才没进来 二二年的八月份开始融 到二三年的一月份完成 估值多少 融了多少 释放多少 估了1.37 融多少钱进来 一轮 融了一千两百万 第二轮其实我们今年应该六月份应该能完成第二轮的融资 这次我们融完之后马上会开启第三轮的融资 我们现在这个酷啊 已经慢慢的成型了 我们的产品开始层出不穷的出现了 我的MireStorm的这个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有更多可以去拿去融的东西了 二三年的话 我们其实营收上面有了挺大的增长 多条业务线开辟起来之后 其实我们一下子把营收又干到了原先21年的差不多的程度 我们陆陆续续都在开花 这几年每年都在往上差不多按100%的往上翻 就我们这个区域可能会相对吵闹一点 因为做创意做宣发这块 然后这边是我们做设计做周边的 这边全是插画 我们应该是目前全球拥有最多艺术插画师的公司 国外所有的顶态 Mature, Science, Cell 都有我们的分辨上面的图 那一页里面的图都有 其实不是我们自跨 全球目前没什么竞争对手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行业的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在我们这 我们几乎把最头部的力量垄断 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是线上货客 然后线上直接沟通交流签单 很少到线下来 这个组是做交互和动画的 他们现在在做给强生做的一个订单 交互是什么 交互就是像游戏是一种交互 软件是一种交互 我们就可以通过手势控制 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让里面的东西一起动起来 这是大脑表面的皮层 这个是动画是干嘛 是有一家创业公司 它是做数字疗法的 就是通过声音 刺激VIR的这种影像 刺激大脑产生干嘛波震荡 所以我们得把干嘛波震荡给体现出来 完全是像一个3D的东西 在相机里展示它就是一个3D的东西 对 相机里面的话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眼睛去看 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转的方式去看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不仅是服务医疗 它其实也是需要和很多的软件硬件相结合的 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测试 因为我们接下去 我们想开发一些类似的产品 可以放在医学院校和医院里面 甚至是博物馆艺术馆里面 取代那些传统的标本 我们想做这个事 我们今年下半年还有好几款软件会上线 都是以可视化为基础的 去解决医生或者科研工作的实际问题的一些软件 当医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把眼前的事琢磨清楚就可以了 只要按照规则去做就可以了 创业者本质是打破规则破创者 需要在一个一片混沌的情况下 开辟一个东西 重现构建一个规则 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极强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 并且要有很好的自学能力 因为只要我不下这个牌桌 我就有可能一夜之间归零 但我相信我有东山在一起的能力 我是92年出生的 基本毕业就一毕业就来 当时在新南京大学读的是本书博连读八年制 16年我跟他就是往上认识嘛 然后觉得就说 医学可试乱其实蛮有意思 大家都很认同说 医学太缺乏好的这种呈现方式了 我相信所有我们 所有我们这些医学专业在我们公司 都有这个理想 就把这个设计做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